作为内娱综艺的产出大户 芒果除了在演员经演类领域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之外 在其他各个戏分领域都有综艺代表作 尤其是殷宗 从早年的素人选秀殷宗 到近些年的成名艺人经演殷宗 芒果始终走在引领市场的前列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我是歌手听播后 芒果虽然经历过一段低谷期 但生生不息地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 一经开播就被赞殷宗还得是芒果 港月记是芒果联合TVB为香港回归25周年线里的综艺 但芒果很好地做到了殷宗 港月科普和回归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 成为了芒果众多殷宗中的又一个标杆级节目 作为观众 我们不知道芒果当初策划港月记时 是否考虑到了生生不息能成为一个系列 但如今已经成为了事实 港月记之后 芒果又打造了宝岛记 尽管阵容不如网友预期 从开播到收官遭遇了太多质疑声 但正如何炯说的那样 宝岛记不好做 但芒果做到了 只不过 芒果没有超越自己而已 而不是不如同期其他阴宗 除了港月记和宝岛记还能有续集之外 何炯以开玩笑的当时提到的新马记 同样有很大可能成为现实 林俊杰 孙燕姿 梁静如 乌启贤 戴佩妮 蔡剑亚等歌手 在服役几位内地歌手 这套阵容足以撑起新马记 至于声声不息第三记 不是之前网传的港月记第二记 而是已经官宣的嘉年华记 12月2日起每周六中午12点网播 同天晚间10点湖南卫视上星播出 依然是先往后台 嘉年华记首轮录制已经结束 阵容已经不是秘密 常驻歌手有12组 分别是韩红 孙楠 黄启山 古巨姬 胡彦斌 王心灵 谭维 玉可维 陈楚生 汪苏龙 周深和宋亚轩 飞行嘉宾是毛阿敏和张奇 这套阵容被曝光后 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热议 总体来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褒贬不一 阵容的槽点 大部分网友主要纠结于两点 其一是鼠面孔缺识太多了 称其为我是歌手嘉宾团建并不过分 其二则是宋亚轩 尽管马家琪在宝岛基的表现还不错 唱功是高出很多人预料的 观战间的真人秀表现也足够接地气 但是嘉年华季再度邀请 时代少年团成员宋亚轩常驻 还是令不少观众坐不住了 只眼怎么哪都有十团的人 更有甚至直接吐槽以宋亚轩的资历 根本不配与其他歌手一起常驻嘉年华季 当然了 也有一大批观众认可这一季的阵容 因为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嘉年华季中除了宋亚轩还有戴魔力外 全员都是实力派 平均唱功方面完全不输港月季和宝岛季 至于鼠面孔这件事 想必理智的观众是能够理解的 内与殷宗阵容同质化 已经被观众诟病很久了 难道平台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正如网友们调侃的那样 考不上清杯 是因为不想考吗 包括芒果在内的任何平台 但凡搞殷宗 谁不想请李宗盛 张学友 吴百 张惠妹 林亦莲 陈奕迅 周杰伦 林俊杰 五月天 苏打绿等这样的阵容呢 关键是请不动啊 所以说嘉年华季能请到目前的这套阵容 已经算是诚意满满了 如果这套阵容都要被吐槽的话 那么内娱真是没有值得入眼的殷宗了 尽管嘉年华季的阵容褒贬不一 甚至像宝岛季一样遭遇了不少唱衰生 但基本没悬念的是 第三季依然会是年度热度和口碑双爆款 由于多方面原因 第三季或许依然难以超越被赞风神的港乐季 但还是那句话 芒果在殷宗领域的对手时中是自己 从来不会落于人号